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电影杀人风 影片一开场 胡子哥和老板大眼妹啊 开车前往老妇婆李大妈的别墅 为李大妈筹备一年一度的派对 由于这大眼妹啊 长得有几分自色 因此把胡子哥聊着的整天在昏幕首射 为了显示自己的魅力 胡子哥是边开车边跟大眼妹瞎心意 瞅瞅这贪婪的小眼神啊 说有多瞎人就有多瞎人 大眼妹说好好开车别想那么多 姐的方亲和美貌你永远也得不到 来到别墅之后啊 胡子哥开始撅着定忙活 管家胖的事说啊 这小伙子对你有想法 大眼妹说他这就是想白日做梦 根本就没有那个可能性 胡子哥正干活的时候 李大妈的儿子眼镜哥出现 眼镜哥说我这人呢 嗜酒如命 一天不喝个三五斤呢 我就得翻病 这个时候 李大妈那条倒霉的宠物狗 开始刨大黄蜂的窝 已经变异的大黄蜂一看那能干 于是噗轮着翅膀啊 就准备出来捣乱 胡子哥来到花房 见到了老寡妇李大妈 李大妈说 你长得真像我那个死鬼老公啊 既迷人又年轻 就是那孙子特爱念话惹草 让人受不了 到了晚上 本地的各界名流土豪列身的 全都出现 大家是有说有笑准备领盘饭 风流姐说小伙子长得不错呀 我马上就要跟我老公离婚了 有空的话到大姐家坐坐 我保证你有收获 这风流姐啊 临走时还给胡子哥抛了一妹眼 把胡子哥搞得呀 有点惊慌失措 大眼妹说 没想到你人气挺旺 气氛挺浪 胡子哥说 人长得帅啊 就是这么火 俗称少妇杀手 寡妇终结者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市长毛袋叔走了过来 毛袋叔说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人 绝驴配泼墨 有没有打算一起过案 毛袋叔这边刚离开呀 大黄蜂的侦察兵就出现 胡子哥一看呢 啪的一下就让大黄蜂领了喝汗 当胡子哥跟钢琴师 正在旁边抽大麻的时候 妇科医生浩瑟叔 开始调戏大眼妹了 浩瑟叔说 大妹子 我看你的脸色 好像湿气比较重 要不要我给你看看病啊 这李大妈正发表感言的时候 眼镜哥首先遭到了 大黄蜂的攻击 而与此同时呢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 把在场的人呢 全都瞎尿 大伙跑过去一看呢 发现一哥们儿 马上就要领着饭 紧接着 大黄蜂吹起了总共的冲锋号 时间不大 一些跑龙套的就叫了饭票 浩瑟叔由于心术不正了 很快就丢了命 这风流姐由于太风流了 随后也去了 几个主要人物一看 这场面hold不住了 急忙跑回了别墅 胡子哥说 从目前严峻的形势来看呢 咱必须马上打电话报案 眼镜哥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这种片子 手机必须没信号 我办公室里有台座机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估计电话线已经断了 随后胡子哥 大眼妹和眼镜哥来到了办公室 胡子哥拿起电话一听啊 果然是过不通啊 他往窗户外边一看呢 发现大黄蜂把电眼杆都弄断了 这个时候啊 钢琴师突然在外边求救 眼镜哥说 这孙子如果被遮了 可不能放他进来 不然咱全都带完蛋 正说着呢 钢琴师被两只大黄蜂前后夹翁 很快就英勇牺牲了 这个时候啊 外边突然传来一声 杀猪般的惨叫 三个人跑出去一看呢 原来是慈祥的李大妈正在变异 眼镜哥心想 什么百姓夏威仙呢 上去就把他妈咪给推翻了 管家胖大婶 正靠在门上捣气的时候 大黄蜂一招隔山打牛 胖大婶当时就去了球了 影片演到这儿 咱再先盘点一下 经过大黄蜂的几轮进攻啊 目前就剩下这四个倒霉袋 四个人一看大事不妙 急忙藏到了眼镜哥的地窖 这市长毛大叔啊 也是个酒没一顿 而且他的病啊 比眼镜哥还严重 这要是一天不喝啊 就得犯状毒症 一旦让这老爷子看见酒啊 狗都撵不走 由于胡子哥的英勇表现啊 大眼妹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两人是边喝酒边闲扯淡 大眼妹从之前的白日做梦啊 渐渐变得有点心动 这个时候啊 眼镜哥突然感觉身体有些异样 他扒开领口一看呢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毛大叔说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大黄蜂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眼镜哥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变异啊 因为之前呢 我把家里的生长激素和肥料啊 混合到了一块 如果我没猜错啊 应该就是我惹的祸 胡子哥说 咱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啊 必须杀出去 我现在啊 去找钥匙开车 你们稍安勿躁啊 等我的信号 胡子哥这边前脚刚溜出去啊 眼镜哥那边就开始垫影 这毛蛋叔可是身经百战 有着丰富的经验 一看眼镜哥这情况啊 那就是老太监金毛房 当下猛的一凉啊 毛蛋叔急忙拿起体骄 说孙子娘别动啊 动一动我就要你的命 而此时的胡子哥啊 也正在跟一只大黄蜂 打得不肯开交 不过好在胡子哥身强力壮 血气方刚啊 很快就让大黄蜂领了便当 胡子哥这边刚结束战斗啊 就听到了毛蛋叔和大眼妹 那边传来的呼救 对于胡子哥来说啊 毛蛋叔死就让他死去 但自己的女神有危险 他可不能不管 胡子哥一进屋啊 一棍就把眼镜哥给揍梦圈了 随后三个人提心吊胆 就打算溜出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大黄蜂一个冷不防啊 就让毛蛋叔嗝着屁 胡子哥和大眼妹 一看毛蛋叔这情况啊 意识到是秋后的骂着 救不救意义都不大 这俗话说患难才见真情意 可两人刚想亲个嘴啊 大黄蜂看不下去了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逐戏 两人刚跑到外边了 一只大黄蜂就出现了 哎呀 要说这大黄蜂是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啊 双眼皮薄嘴唇 风腰翘臀大长嘴 甭屁有多美了 两人刚跑出去没多远啊 胡子哥就被大黄蜂穿了一兔心凉 大眼妹一看刚想上去帮忙啊 大黄蜂上去就给了大眼妹大嘴巴 大眼妹醒来之后啊 发现这衣服也烂了 头发也乱了 心上人也不见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听到从别墅里 传出了胡子哥的惨叫 当已经变异的眼镜哥 正在折磨胡子哥的时候 大眼妹拿着电锯就杀到 就写胡子哥之后啊 大眼妹拽掉煤气管 一把火把别墅给紧包 可两人开着车正往前撩的时候 突然一只火冒三丈大黄蜂就杀到 大眼哥一看 意识到该断不断必留后患 于是索性来了一自杀时了断 准备跟大黄蜂一起领盘盘 在这里啊 必须说一下安全带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安全带啊 这二伯估计早就先了开 按照类型片的规矩 这个时候啊 警察叔叔们该出来收拾餐局了 胡子哥是轻伤不下火线的 跟大眼妹在救护车里就开始吓唬乱了 警察说兄弟好好干的 我全当什么也没看见 可当这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 大黄蜂的大部队 噗啷着翅膀出现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想跟女神门嘚蜜需要实力加机遇 如果不是大黄蜂 他俩根本没有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